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月份通胀率保持不变 因为家庭和耐用品价格的下跌 使得汽油和服装价格有所上涨 欧元区11月份零售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将于9点10分发布 该指数在10月份有所下滑 但仍保持在正常的区域内 此外零售销售连续7个月增长 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下午1点15分将会发布美国10月份ADP就业报告 10月份的报告令人意外为7年来最强劲的增长 下午3点钟 加拿大央行将会发布最新的货币政策声明 这对家云货币交易者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数据 在上次会议上 决策者们表现出了鸽派的态度 因为担心经济会有所放缓 澳大利亚11月份建筑指数将于晚间10点半左右发布 10月份该指数下跌1点5点 但仍表明建筑业的持续强劲增长 10月份的澳大利亚贸易收支数据将在晚间12点30分发布 9月份的贸易顺差增长好于预期 因为出口大于进口 触及5个月以来的新高 最后10月份日本领先指数在5点钟发布 9月份该指数自一个月前所触及的两年高位回落 我是杰西卡沃克 以上就是周三的经济日历 敬请关注周四的关键经济数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